欢迎来说说车内空间有丰富的智能应用 有强悍的动力还能有不错的通过性能 把这些全都集中在一辆车上 而且还是一辆美系车 你知道说的是谁吗 就是他了 雪佛兰开拓者 在我旁边的就是雪佛兰的旗舰SRV 2.23款的开拓者了 雪佛兰开拓者从20年来到国内 如今是改款两次 开拓者他主打的用户群体 就是30到50岁这样的一个男性用户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用户 他也是家里边的一个支柱的存在 他的用场景主要分布在上下班的通勤 或者说是城市郊区的一个短途的自驾 或者说是一些户外场景 比如说露营 钓鱼 还有你的自驾游越野这些等等 2.23款它和上一款都有哪些变化 我们来细细的看一下 首先就是前脸 它的头灯变得更细了 它是一个分体式的设计 一个X的造型 上面是它的一个日间行车灯 下面是它的一个远近光灯 然后就是它的中网 还有它的logo 都进行了一个熏黑的处理 来提升它前脸一定的运动感 再来看侧面 它用的是一个米其林的轮胎 然后21寸的轮毂 用到的是一个六幅式的外字形的轮毂 然后也进行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就是要提升它一定的运动感 然后侧面它用的是一个双曲线观察车身 这辆车它的长度是已经超过了5米 然后轴距也超过了2.8米 比上款车型足足加长的只有这么多 因为它的上款车型长度还不到5米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这辆开拓者 它在国外它只是一辆中型SUV 而来到国内它变成了中大型的SUV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它的一个需求 那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拉开跟通用旗下的其他车型的一个定位 车尾造型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它的尾部看似设计的很简洁 其实它的尾灯内部结构是很复杂的 它用到是一个双曲线型的LED尾灯 然后下面它用到是一个双边单出的排气 咱们打开后部箱看一看 其实作为一个七座版的车型 它的整个尾箱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如果把第三排放倒之后 它第三排是可以电动放倒的 放倒之后就能拓展一定的尾箱空间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它第二排也是可以电动放倒的 它的整个后排全都放倒之后 它是一个几乎纯平的角度 这样你露营的时候你铺一个床垫 你就可以在车上睡了 来到车内发现它整个内饰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 咱们先说两个变化的点 一个是它的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现在能看到一个后方的影像了 其次是这里它有多多的一个自动驻车 以前大家总统说是开辆车它没有自动驻车 现在也给你贴心的加上了 接着咱们来看这辆车它的一个内饰的细节 这边是一个双炮筒的仪表 然后10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红屏 里边搭载的是它的一个小雪OS的智能车联系统 整体的使用流畅性的还是不错的 再下面是它一套空调的设置 这边是座椅通风坐椅加热的 然后两边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它都给你配齐了 再下边是这两个空调口一个圆形的空调口 上面带点红色这种度过元素的 说一个有意思的点 刚才我发现它这里它只能显示空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小屏幕 但是它并不能调节 这种调节在哪里呢 在这里 它的温度调节竟然是靠旋转这个 这个有意思吧 再往下看 它这用的是一个排档 然后这里它有一个无线的一个手机充电面板 这边的一个副驾手套箱 它的按键是从这里打开的 A2打开了 整个空间也不小 其次就是它的车门 它的车门在除了下面放水平的一个凹槽以外 它在车门板的中央还给放下了一个放手机的一个凹槽 再看一下它整个内饰的用料 它的整个中台都是用到一个真皮的软包 都是软的 而且它用的是一个黑色加红色的一个拼色的缝线 包括它的座椅也是 整个中控都是一个软包的 这里 包括这里 包括还有门板 扶手 都是软包的 顶上它用的是一个编织的软顶 来到第二个 咱们先来看它的座椅材质 它用的是真皮打孔的材质 你看 非常弹 弹性很好 而且它的座椅整个填充是比较足的 乘坐感是偏软 但是没有那种塌陷的感觉 然后腿部这里是有点镂空的 它座椅不算太长 头部四肢的余量 腿部空间的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辆车它的第二排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可以前后移动 所以说再去说它的腿部空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里已经很长的距离了 我在这里翘个腿 完全可以 再看它后排配置 除了空调以外 它后排两个座椅都有座椅加热的 然后下面一个Type-C的充电口 一个USB充电口 这边还有一个150瓦的外接电 这样你露营的时候就可以在车上用电了 下面还有一个储物箱 这个储物箱空间还不小 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边一个扶手箱 两个杯架 接着咱们再去看看第三排的空间 来到第三排 先来说空间 前排是一个正常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腿部 还是有一拳多一点点的距离的 这边有一个杯架 两边都有杯架 储物槽 然后它把空调给放在它上面 是那种直接吹脸的感觉 可能多数人对美系车的印象 还是认为它就是个油老虎 吃不了粗粮 然后消化的还快 尤其是像开头者这种大家话 百公里不得烧个十三四个油 事实上从上一款开始 雪佛山开头者就已经全系加入轻混了 官方油耗七成左右 而且这辆车它的动力也不差 全系2.0T发动机带变钢技术 通用91T的变速箱 它的发动机和别克的昂科奇 还有凯特达克的XD6是同款 237匹的马力加上轻混的加持 在加速的时候 尤其是在前段 它都是很顺畅的 不过我还是不想去聊它的 加速是怎么怎么样的 它零百多少 因为这辆车它不是一辆性能为主的车 七座是大空间 能光能拉 还能翻山越连带你去越野 这些才是它该做的 那又能城市开又能越野开 它的底盘就调的是偏硬一些 前麦布讯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挂 它给带来的就是那种很真实的路感 哪怕是压一块小尸子 或者说过个减速带 你都能清晰的感觉到 OK整体实际下来 我觉得这辆车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的 哪里不错呢 我说三个原因吧 一个就是大空间大尺寸大 一家都能装得下 第二个就是快 提速快动力猛 有了轻吻还能少 第三个就是奢 真比材质配置多 人机交互直接说 老婆孩子见到此车 纷纷表示恋恋不舍 选择还得看 雪佛兰开拓者